這個叫Transformers at Jail 這樣子 對 那 我昨天五七投影片這邊是 我今年有這個是 Julia Khan 2022的 就是完全通常的投影片 那因為這是原本投了之後 只有十分鐘 所以這集裡面的內容 就是其實蠻單純 就是簡單介紹一下 Transformer 然後跟一些新的東西 那這邊的話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可以去跳過一些東西 我們可能就直接來講一下 就是Transformer的Layer這樣子 然後再 我們這邊 就是Julia的 我做的一些設計這樣子 他真的請你嗎 蛤? 好 對啊 那所以 就Transformer它其實就是 就像右邊這樣 那張圖是從最早的 就是Attention is your need 去解出來的嗎 對 那所以你看它其實就是 構造其實還蠻單純的 就是 你有一個Attention Layer 然後你有兩層 Normalization的Layer 然後你有一個 就是它叫 兩層的Dance Chain 就是它們裡面 取名叫做V4Word這樣子 然後就是 有兩個Lucidial Block 那 就是 你如果平常有在用Flux的話 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大部分的東西 就是Flux裡面都有 那其實實作上 你唯一就是缺的話 就是缺這個Attention的Layer而已 那Attention的Layer其實實作上 可以看到說它實際上 就只是 可以可以在這個化簡稱 就是 這樣的兩個Block 就是 你有三個Input就是QKV 然後你就是過一個 矩正乘法 那因為我們的Input 其實會是一個Sequence這樣子 那它這邊會是 應該叫做Batch的Mathmore這樣子 然後你做完之後 你可能會就是 乘上一個係數 然後你就是過一個Match 過Match的原因是因為 比如說我們的Input 可能是好幾個句子 然後做成一個Batch 那可是因為 你的 每個句子的長度 不一定是一樣長 那所以你會塞 塞一些Padding上去 但是 你又不希望說你的這個Padding 會去影響到你的這個Attention的計算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們就是會做個Match 就是你要把 把那些屬於是 Padding產生出來的這個Attention的詞 然後把它就是 就是全部刪掉這樣子 對然後後面過SoftMate 就是把它轉成類似一個機率這樣子 然後最後跟 就是V再做一次矩正乘法 對那 呃 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有很多的這種 就是Attention的變形 其實就是基本上是在把這裡面的 的東西就是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 你可能在 就是在Match之後的這一段 然後你可能也許有其他的Input 然後去對這個Score 再去做一些調整 然後你才去GetSoftMatch 然後或者是 你可能直接去取就是說 那我不想拿完整的這個Q跟K 就是整個句子去互相去做這個內機 那你希望是 比如說我可能只 讓他只看到一部分 然後這邊就是 你其實你都是在對 這個兩個鄉層之後的那個 我會稱之它為Attention Score 那對那個東西去做一些 就是額外的處理 那不含這ScoreMate 就是也算在我這個 這個後面額外處理的範圍內 所以所以 我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把他想成說 就是 整個Attention其實就是 兩個階段 把Q跟K就是 處理在一起 然後拿到一個Attention Score 然後再把這Score跟V 就是 混合在一起 那所以 我在設計得上的時候 我把 我把它在結構成大概這樣的一個架構 就是 你會有一個Key 然後一個 跟一個Kury 你輸出 你其實會 有機會會有些其他的東西 然後 你會 混在進來的時候 你會有個 就是 Scoring的 function 然後 在Scoring function 你後面會有其他的很多 就是 比如說你要去做Mask 然後你要去做這個 Normalization 之類的 那 這樣處理完之後 你就會拿到這個 Attention Score 然後你就會 就是我 這裡的命名 我給他叫做就是這個Mixing function 那這東西就會跟Attention Score 再處理起來 然後 我們就拿到我們的就是 Attention的Output 那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就是 實作上的話 實作上這樣會有什麼好處 那 就是 比如說像 稍微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是 這樣應該差不多 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那 就是 我想要做這種 Multi-head attention嗎 那Multi-head attention就是 就是 它其實只多做一個步驟 就是說它會把你的 就是 就是 我們就叫Hidden Dimension 就是每個向量的那個部分 所以假設你的向量是128圍 那我可能就是切四個head 那就是128除以4 所以這樣是 32 所以那你就會每個head 都是一個 32圍多的向量 那我們會把這個 四個head會把它就是 獨立到這個 呃 背取的那個 那個dimension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說 那他們今天就是 每個head在做tension的時候 就是互相獨立的 然後當然最後 後面會有幾層 會再把它就是 弄起來 那這其實就是 我們暫時不關心的事情 那所以 呃 這邊的話就會變成說 那 我 如果要做一個這種就是 我稱之為就是 generate的 Multi-head attention 所以你實際上就是會有 會有三個就是 QKV 然後我們這邊的這個 這個叫做 Collapse Dimensions Array 這只是說 因為你的input 今天如果是 呃 更高維度的像是 圖片啊 然後影片啊 那你實際上 你在做這個data的 這個tensor的排列的時候 你會把就是 呃 hidden size的那個放在 就是 Ejira來講說是放在最 最左邊嘛 然後往內是 可能是 呃 比如說照片的話就會是 長跟寬 然後才會是batch 這樣子 但是對 你在做ultension來講說 你其實你並不在乎就是 那個長跟寬 它們是獨立的 dimension 因為你其實 你真的在做ultension的時候 你會把它就是 做reshape把它壓平 對 所以 你在這邊設計上的話 那就是說我做這個 collect dimension array呢 它就會是把 把任何一個高維的 的array 然後把它當成就是 都是c-dimensional array 這樣子 那會把就是 其中的 就是 呃 然後就疊成個三維的 向量這樣子 然後 後面的話就是 你可以給它就是 一個mixing的 function 跟一個score的 function 那這個地方就會可以去 去 去 給到這個 呃 就叫 genery的 attention嘛 然後再往下就會到 就是 這個 genery的 qqv attention 你看它裡面其實就是 找那個mixing的 function 然後 跟 就是score的 function 就是 弄起來 那 因為mixing的部分 其實沒有太多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 來看這個score的部分 那score的部分就是 我們有 這個 大的product的score 就是 那就是直接是把 把 這個q跟k 乘起來嘛 就是我們這邊就是 按照各樣的最 最原始的定義式就是 直接相乘 那 在這 這個 我們設計的就是有 有個 這個叫做 呃 abstrand mask 跟 就是 abstrand mask op這樣子 那因為 你可以想像說今天 我 根據我的 attention的score 它後面去接的 處理不一樣 那我要就是 做mix的方法不一樣 比如說 我在做 後面如果是要做 soft mask 來做normalization的話 那 我要把就是 mask掉的部分 我希望它的數值就是 越小嘛 所以實際上 我們一般在做這種 就是soft mask的 normalization的時候 我們前面的 masking 我們是把不要部分全部弄成 就是 比如說就是 呃 十的 應該說 負的十的九次方 這樣是一個非常 非常 負很大的數字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樣它在就是 就是做soft mask的時候 它的值基本上 就是都會幾乎是零 對 可是如果你今天 你換了一個 比如說 有一些配備 他做的做法是 我們把soft mask 換成一些比較 算起來比較快 比較簡單的 比如說像是 就是直接做L2弄這樣子 那你可以講說 那對L2弄來講的話 那我這個mask 我把它換成是 呃 十 負的十的九次方 那很明顯 這樣子就是不行的嘛 因為它那個數字要不一樣 對 那所以這邊的設計 就會變成是 那所以 呃 我們會有個mask 是用來提供到的時候說 哪些東西是要不要 就是masking掉 然後這個maskop 會取決於就是 你後面的要做什麼處理 那它會有個 就是相關的數字這樣子 對 然後 再來是 Normalize Go 那就是 是去接這個東西 所以 以一般的attention來講的話 它的 你就可以像 像 這樣子串起來 就是 這個 這個前號的這個部分是 是那個 partial的 就是什麼 partial function這樣子 所以 別想說這個時候就是 會 我們會把這兩個 function code就是組起來 那 所以我透過這樣子 我就可以去定義出一個 就是 我前面是 呃 最裡面是做單程的 大product的這個attention 然後但是大product attention 完之後 然後attention score 那我希望它是 會去過這個softmax這樣子 那或者說我今天是有mask 那我就是可以動線 再多串一個這個mask goal這樣子 然後 就是 它有對應的這個 generation mask 那它裡面的值 基本上是 是對應到softmax用的那個 就是 負的十的九次方這樣子 然後跟你對外給的mask這樣 然後我們這邊一次也可以把 就同樣的把 呃 因為有些他們會 會在這attention score上面去做這個dropout 那我們可以把這部分一樣是 當成是一個就是另外的一層對 attention score的處理 再把它接起來這樣子 所以當然今天如果你需要就是把 比如說你 你做了一個 呃 比如說你也許你做了一個不一樣的那個 呃 attention的算法 那但是你今天你想從事測 比如說那我後面的nummerization 是用softmax或是用l2 弄那可以其實你只要定 把裡面的這個attention score定出來 然後後面去接不同樣的就是這個 這個nummerization score 那就是這個整個部分就可以讓你大部分沿用 就是原本的的程式這樣子 其實就是你要吃的是不同組合的時候 這樣設計就可以比較方便 那這個mask的部分的話 那這個mask的部分的話 那我這邊其實就有比較多的種類 那是為了對應到不同的的mask的狀況 所以有些比如說 比如說如果你想要做這種 呃像 GPT2這種是屬於是 cultural attention 那它是你希望attention score 只能看到過去 然後看不到未來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可以去用這個 這種cultural mask 那它這部分就是 它實際上 你拿這個東西去跟 比如說一個array去做 broadcast的話 它實際上會變成類似去取它的 呃 上 上三角這樣子 你的attention score 是這樣對應過去 然後你去上下的出來 那 另外一種是local的這個mask 就是 就是你 你只希望你的attention 的每一個token 它只看到就是附近的部分 那這個mask就是你拿去去跟 就是 舉正對相稱的話 你比如說它可以去看到就是 呃 會很像是比較寬的那種 diagon的那種感覺這樣子 對 那 然後 然後同時還有說 這應該會比較常見 就是說 我的 因為有padding的關係嘛 所以我希望我的mask 是 看不到這個 padding的部分 那 你如果要把它 做就是 每一個 呃 看到的部分你都去拿去 用一個booling去 這樣子 浪費那個位子 就是你的記憶體 那所以這邊就是 我們可以比較單純的說 欸我取就是 假設我第一個句子長度只有2 然後第二個句子長度是3 那我就用這個 就是symmetry的length的mask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它就是 乘出來就會變得像這樣子 就是 呃 它是 所以第一個的attention score 它應該要只有看到就是自己的 就是長度是2的範圍 然後如果是你長度3的話 那個就是要是看得到全部這樣子 對 那剩下的就一些是屬於就是 如果你是要做這種 cross attention 那你的 呃 attention的部分 它們長度也不一樣 所以你需要就是 這種 binary的length mask 然後 有一些其他的是 比如說 前面上面提到這些mask 都是可以去具備 就是end或all起來 你是可以把它當作 它們是一起做的 所以你這樣可以透過 比如說像 像是那個叫 然後 然後 有一個叫 big bird 的 那個 全氛圍的變形 那它裡面其實用了三種的tension 是 local的tension 然後 呃 random的tension 然後還有 還有 還有一個忘記是什麼東西 那你其實就是 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是你給它不同mask 然後用就是 這種end或all把它就組起來 然後再給它對應的 就是 呃 那叫做 那叫做 mask的op 這樣子 Operation 所以 這個是 就是 這一包 就是 叫做 neuralattention leave的設計 這樣子 所以 如果你要在 就是julia這邊 然後 你想測試不一樣的 attention的變形的話 那你用 就是 大概是用這一包 我就是覺得可以 可以比較 方便去組合出 各種的 的function這樣子 對 那 這邊都是有 就是 GPU support的 那 這一包大概是這樣的 好 所以 全分泊的話 就是 這個部分本身才有這樣 那剩下的 就是 你可能會 說對 因為對我們 呃 就是 neuralattention來講說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說你要對你的 就是文字做這個 這個 Tokenization嘛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 他算是在 就是 簽處理的部分 對 那這個東西是 還蠻取決於 就是說你今天 你的模型後面要怎麼設計 或者他想 就是 要用到什麼樣的資訊 對 那所以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 一般大家其實會 會 會不要把這些東西 就是你要自己寫一個 簽處理 function 然後把東西處理好 那你就去 位給這個 你的模型 但是在 就是現在的 一些比較複雜的 比如說像 這些BUT 或什麼之外 那 你其實他已經開始有要求 一些如果你的 input 你要同時有它是 你要有你的 Token 然後你要有它的 Position的 的位置 然後再來你需要 就是他可能還有所謂的 這個Segment ID 那你就是等於說你已經 他已經有些限制說你的 input 要要額外多做些處理 然後 那你自己要再 多做一些其他 prefusion的時候 那 這支寫起來會 會變得其實還蠻 蠻隆跟複雜的 然後 所以 在這邊的設計上 就是 我訂了一個 就是 就知道 就是 Test Encoder這樣 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 這邊是說就是 我會把 誒 就是 我會把 preprocess的部分 就是全都塞在底下 這個Pypan裡面 所以 你看到就是說 那我今天 我這個Pypan 就是 我等於是把 preprocess的每一個步驟 就是 變成這樣Pypan的一個部分 然後它有對應的不同的 反正你可以看到 它有 function code 然後有 它可能存到對應的 這個 function的 target 應該就是說 那個 variable name 底下 然後你可以跟他說 那我等於說 我這個 encoder裡面到底是 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今天 如果你今天是 你要對這個 Tokenizer 或者是preprocess的 裡面 截取部分 然後多用那個資訊去 算一些額外值出來 其實就可以 就是 就是 去 沒有 沒有 API 就是可以讓你去說 我可以去取 這個 encoder 它的preprocessing 的一部分 然後中間去多穿一些其他的 處理 然後可能在後面再接起來 然後你這樣就是 可以用到去 比較簡單的方法 然後 去 我覺得是 去 inject一個原本的 它可能先喜好的 就是 preprocessing的 function 這個是 Tokenizer的部分 好 那我其實 應該差不多就講到這邊 那有什麼 想問的嗎 有人有問題嗎 所以目前 你的模型 就Transformer 然後Transformer 跟BERT 還有支援 額外哪些 Transformer 相關的模型 這樣子 如果你問我 就是目前到底 有科的話 目前是 再多一個GPT2 啦 目前也有GPT2 這樣子 對 OK 然後 你有打算 弄 掉E嗎 就是那個 做 image generation 那個 test to image generation 要有時間 好 OK 有人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 你剛剛有講HuggingFace嗎 沒有 我沒有 但我沒有很想講 你沒有很想講 好 好吧 所以 目前HuggingFace 那邊狀況是 什麼 它那邊的狀況 就是說 反正我們把它的那個 那個Hub的API 整個接起來了 所以我們就是 你要對上面的東西 就下載 然後你要做curie 然後把東西存 什麼什麼都OK 這樣子 那我的問題是說 我們沒有 它模型定在牌坊那邊 然後我們沒有那個 模型的始作 所以你居然 拿它的參數 你還是要有 你得自己在Flux這邊 就是重新 就是定一次那個模型出來 OK 所以你意思是說 HuggingFace的模型本身 它只有 它只有 只有 Pretrain的參數 可以過來的意思 你可以 我可以開給大家看 就是 它的這個Hub 長 長這樣子 那你就跟我說 它的Model裡面就是 反正你隨便點一個 那它上面有什麼東西 就是 就是 模型的一些 config 然後 這個是 Tokenizer相關的 那個Vocabory的東西 然後一個就是 Pytorch 底線 這個Model點Bing 這個是 Bing 這東西是 那個 就是Pytorch 那個 State Dictionary 這樣子 它裡面是 它是一個 Older的Dictionary 然後所有的Key都是 那個Name 就是串起來的 一個很長的字串 這樣子 所以你會說 比如說 是什麼Dance的話 就是Dance.weight 然後 就是等於一個array 這樣子 知道一個array OK 那所以說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Julia這邊 沒有 沒有某個特定的Layer 所以Layer 是需要自己 寫的意思 你要自己刻 OK 所以它只有參數過來 這樣 對它只有參數 這邊上面全部只有參數 它的整個的那個 model definition 在 在它的就是 這一包的那個 排放code裡面 所以你如果點開它 然後找到 它的source 然後裡面的model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這一排就是它全部支援的model 的種類這樣子 我覺得印象中大概是四十幾個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好 對然後所以你全面點開一個 它就是裡面都有一包叫做 modeling 然後底線就是某個model name 這樣子 然後裡面就是它的 就是 對應的就是 PyTouch的實作 或是TensorFlow的實作 這樣子 好好 非常的瘋狂 OK 所以實際上如果你想要 就是支援就是 整個HuggingFacer模型的話 你就是把這個 路徑底下的這每一個 資料夾裡面有的就是 什麼modeling 什麼東西點拍 然後全部用就是 Flux刻過一遍 你就可以支援整個HuggingFacer 目前 OK good 所以這需要時間跟人力啦 我覺得你需要的是人力 嘿 對 你抓點人來吧 說得好簡單 反正 他們設計就這樣子嘛 那那個model hub上面是 就只有參數 沒有任何定義 對 然後他們好像也沒有 也沒有真的想去弄那個 ONX出來這樣子 OK 沒有我想他們可能 就到這個階段了吧 對啊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 就會停在這邊了 畢竟他們是公司嘛對不對 對 OK 對 又不是做慈善事業 對啊 所以也沒有辦法 OK 那大家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謝謝Peter 啦 我剛剛有看到Data2Vac 嘿嘿